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来讲起来,这个学佛的人对于很多的境界不一定完全很清晰 那么这个外人更是不明白 尤其你住在美国西方,这里的洋人很多 他们也根本就不清楚 到底天堂跟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分别 他们也以为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西方人的天堂 会混在一起,都讲不清楚的 尤其他们对佛教,西方人对佛教 没有办法去了解更深的意义 什么是佛教,有时候啊 西方人问你的时候啊 这个洋人问你的时候啊 你一下子也回答不出来 那么佛教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教话 那你这样子回答的话 他们也不清楚 那你要把所有的佛教 那你要把所有的佛经 通通讲给他听 那他更迷符 所以必须要啊 把几个这个主要的分清楚 升天 这个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啊 都有,都讲到升天 像回教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啊 很多的教派都讲到升天 那在佛教里面啊 升天只是一个天圣 天圣 也就是说 一个境界 天啊,是一个境界 那佛法里面啊 他分成啊 很清楚的 你可以讲这样子 如来的教化 佛陀的教化 分成五个境界 一个是人的境界 这个人圣 人的境界 作为一个人也就不简单了 要修行才能够成为一个人的 那么更高一点呢 就叫天圣 天圣 就是一般的讲的这个天堂 天堂 再高一点的 我们可以称为这个 罗汉圣 罗汉圣 再上去呢 我们称为菩萨圣 菩萨圣 最高的呢 就是佛圣 你这样子讲的话 就是讲说 有五个境界 佛的 教化 有五个境界 从佛圣 到人圣 那么他这个每一种修行 不一样 每一个修行的不一样 至于生息 生息又不同 这是阿弥陀经里面 特别的一个境界 弥陀经里面 这个释迦摩尼佛 讲阿弥陀佛经的时候 他讲出来特别境界 这是一个厌 厌厉的 厌是什么呢 就是说 弥陀啊 他本身发了这个大厌 只要持他的名的 一至七日 一心不乱 就可以往生的一个 很特殊的 厌厉的 这个西方的一个净土 要分别出来 那么他们西方人问你啊 这个 你们写佛 七的境界 是什么境界 你就可以跟他讲 这个五圣 五圣的这个境界 那么他问你说 怎么样子修呢 你就可以回答他 你要作为一个人啊 要守五界 你守界 守五界 你将来啊 你转世 转世 轮回 六道 轮回 你就在人生里面 你可以跟西方人 讲这个五界 什么是五界 啊 啊 这个 杀 道 淫 忘 酒 这个就是五界 你守这个五界不换 你就可以这个 啊 转世成为人圣 这个就是本身来讲人啊 一般的宗教啊 他叫你是怎么样子啊 也要守着一点戒律啊 像基督教本身也有一些戒律啊 回教也有一些戒律啊 他们也一样要守这些戒律啊 然后呢 他们讲升天 再来呢 他们是做什么 就是行实善 你不但守戒了 以后你行实善 实善就是 做好事 行善业 那么行善业了 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就称为白业 啊 就清净的业 你行实善 你就是 升天 升天堂 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 在这个 这个阶段的时候 佛教里面也有天圣 你守五界行实善 你就是到 升天了嘛 这个就是 这个天圣 佛教里面有一个记啊 人家问你什么是佛教 他就念了 啊 这个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 佛教可以这样子讲 是这个记啊 是可以这样子讲 那么这个诸恶莫作呢 就是守五界 众善奉行 就是行实善 行实善 那么至尽其义呢 这个就比较深一点 至尽其义啊 可以讲是 义清净 义清净来讲 也讲是深口 这个就是三密 进入这个密教里面的三密 在罗汉城 你假如懂得 至尽其义的话 你就进入罗汉 进入罗汉身 我是这样子认为 至尽其义啊 就是深口 亦清净 进入罗汉城 罗汉圣里面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 守五界 行实善 至尽其义 那么至尽其义 就是深口亦清净啊 亦清净来讲 深口也就通通都清净 亦是包含的这个范围 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么也进入罗汉了 罗汉是什么呢 可以讲 是至尽其义 意念清净 了无生 了无生 把生死前了 就是罗汉圣 无生 断了生死 这个境界就比这个行实善 还要高了 行实善还要高 那么佛教里面又提到 这个再高一点呢 罗汉以上呢 就叫做菩萨生 菩萨生 菩萨生是什么呢 也就是花菩提心 行六度万行 除了至尽其义以外啊 你还花菩提心 去广度众生 行六度万 行 就是菩萨 那么 这个就是 第四个境界 在佛教里面呢 除了这个人圣 天圣 罗汉圣 还有菩萨圣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Om Ma Ni Pai Mi Hoom 我们再谈 这个生天以生西 因为在西方的这个宗教 他们只知道天而已 其他的境界他们不明白 当然也有少数啊 这个深入宗教研究 他们清楚 但事实上啊 是不明白的比较多一点 不明白的比较多 那我们谈到这个佛教的 这个五圣里面呢 这个人圣 就是守五界 天圣 就是行十善 那么 罗汉圣 就是至尽其义 至尽其义 了生死 菩萨圣 再加上 花菩提心 六度万行 最高的 到了佛圣 就是洁行 通通都圆满 知会无漏 他的智慧啊 一点缺都没有 这就是成佛 就是一个 洁悟 一个大洁 金仙 大洁 金仙 到了这样子的 也就是佛圣的时候啊 就是完全一个 严满的 很严满的 没有一点缺失的 就是属于佛圣 那在佛教里面啊 你把这个清楚了 你遇到这个洋人问你的话 你就可以讲 讲给他听 佛教分成这五圣 五 是五个境界 他们才会清楚明白的 因为我发觉啊 佛法在西方 要度西方人 实在是很困难 因为他们的 可以讲他们的脑筋里面啊 只有天 只有天而已 其他的他们都没有 那他们本身呢 除了信 神以外了 神的救度以外了 其他的很难啊 很难进入他的脑海里面 先入为主的观念 使他排斥所有的宗教 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 其他的宗教的 只要有其他的宗教 他就认为这个是魔 他们没办法接受 更深的一层的一种教化 所以他们的 这个境界啊 只有到天 只有到天而已 所以佛法你要传播啊 到这个西方啊 真的是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很长很长的距离 所以现在目前佛教啊 他只能够从印度 到西藏 到泰国 到东南亚 到中国 到日本 到韩国 就是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范围 其他的都是少部分 其他的就很少 那么这个是 对西方来讲起来啊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因为他们的认识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本身 发愿的世界 发愿了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 跟这个升天啊 又不同 根本是不一样的 升天只是行十善而已 那么升西呢 你必须要藏着你的艳力 因为弥陀阿弥陀佛本身呢 他试验 你只要持他的名 你就可以往生他的净土 所以他本身呢 有这个艳力啊 等于是有加持力啊 在这个整个 沙坡世界的众生的身上 藏着这个阿弥陀佛本身的加持力 你有这个愿望 持他的名 你就能够往生 这个是升西啊 不同的 跟其他的这个不一样的 那么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 你还可以再修行 那个时候你要致敬其意啊 你本身的这个 你能够发挥自己的佛性 在活菩萨的光明啊 这个照业之下 你能够设取 真正的佛意 那么深口意清净 你可以很快的成就佛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法门啊 所以升西是比较 啊 容易 但是他比较 他其中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要义就是要一心不乱 要一心不乱 因为你有这个愿望 你还要一心不乱 你假如多心的话还不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你一心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一心啊 不乱 有这个愿的话 就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节 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呢 他谈到一知七日 你一心不乱 就可以往生 这个阿弥陀佛本身呢 大愿望 他本身的最大的这个愿力 所以啊 在这个佛教里面呢 这个信奉这个阿弥陀佛的很多很多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愿力啊 是最大的 他本身的愿望 发出来的这个愿力是最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就弄清楚了 什么是生天 什么是生西 那么也 你也清楚了 佛教五圣 他的五圣的这个境界 要如何修持 才能够达到五圣的境界 你看我们在西方啊 我们看到这个西方人 他本身真的就是 升天的这个境界而已 他们平时 过他们平时的生活 这个礼拜天 他上教堂 听听道理 听这个道理 那么唱唱这个圣诗 那么祷告 他们也做善事啦 布施啦 布施给教堂 布施给社会 就是行实善 就是做这样子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而已 你说致敬其义 那个罗汉圣的致敬其义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致敬其义 身口意清净 他们不知道了 他们那个是应该的 他们讲说身口意啊 贪嗔之 是应该的 贪嗔之 只要 他们认为是应该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 致敬其义了 他们就到天圣为止 所以今天佛法 应该在西方啊 能够倡导起来 这个是我们啊 住在这个西方的这个责任 必须要能够讲得很清楚 让他们能够明白 或者他们也是误解我们 一看到我们这个天佛 他们就排斥了 一看到这个有形象的佛啊 他们就赶快拿一个十字架 拖到庙里来这样子走一走 这个没办法的 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他们这样子做 也觉得他们幼稚 所以我们的这个教化他们啊 这是我们本身的责任 那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Ben-Me-Hom 我们今天呢 来谈这个龙王 龙王 我们知道这个天龙八部 所谓天龙八部就包含两个部 很大的一个部 一个就是天部 天部 就是诸天 那么一个就是龙部 龙部 这个在佛典里面呢 经常提到的 那么龙王呢 在佛陀讲经当中啊 就有佛说这个龙王经 佛说龙王经 这个佛陀啊 在灵旧山的时候啊 灵旧山啊 我去过 现在谈到这个佛陀 这个讲经的地方啊 我们都可以讲这个 去过 这个地方去过 马上脑海里面就有 我们每天呢 佛前大功啊 或者在修法当中啊 南无灵山会上佛菩萨 就想到哦 在哪个 灵山会上佛菩萨 灵旧山 就是灵山 佛陀在那边讲经的时候啊 曾经在西空中啊 出现这个大散盖 很大的这个散盖 那么有很多天花啊 飘散 还有很多的摩尼珠啊 很清净的这个珠宝 从西空中降下来 这个佛经上是这样子写的 我想这个 假如珠天啊 有这个珠宝降下来 哇 太好了 这个马上就发了 这些摩尼珠啊 珠宝 很清 很多的珠宝降下来 那么也发出很大的声音 像雷鸣啊 啊 雷的这个声音很响亮的 那么一车人马 从西空中摇眼的地方而来 这个穆建年啊 就发问 这是什么音音 这是什么音音 那么佛陀就讲 这个是龙王来 龙王 那龙王来了 这个气势啊 不同 哇 这个很气派 一车人马 啊 西空中有天花飘散 有大嗓盖 那么还有很多的珠宝 从西空中降下来 啊 那个时候 假如是我们当成这个 在那边的听众的话 我马上去抢珠宝 呵呵呵呵 这个佛经上 没有记载的时候 那些的佛菩萨 赶快去抢珠宝 便没有 那么龙王本身啊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气势 因为我曾经讲过 在天上啊 在诸天当中啊 最富有的 最富贵的是多文天 多文天王 那么在海啊 在海界里面啊 最富贵的 应该属于龙王 在地上界啊 最富贵的 应该是监牢地神 也可以讲是三神啊 也可以讲是三神 监牢地神 都是很富贵的 所以他来的话就是很 有天上啊 这个天花飘散 有这个所有的这个珠宝 下降 我们今天谈龙王啊 是这样子的 是龙王可以 是龙王可以 伺服 众生 跟一样的 诸天 跟多文天王 一样可以 伺服众生 佛菩萨 讲龙王经啊 主要是在 伺服 他调和 这个天龙八部 佛陀调和 天龙八部的恩宴 在调和当中 也一样 伺服给众生 所以我们在 正佛秘法里面呢 有这个 献龙王宝贫法 这是在 正佛秘法里面呢 很特殊的一个法 也就是 祈求龙王 给我们 伺服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密教里面的 密法之一 谈到这个龙神啊 我龙王啊 我们都晓得 这个 在西雅图雷藏寺 西雅图雷藏寺 有这个 有龙神的那个碑 龙神的碑 这一个很大的石头 这个石头的来源 很奇特的 也不是外地来的 就在这个 挖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地基的时候啊 从地基里面啊 挖出来的 就只有这么一块石头 其他的都是土 还只是这块石头啊 就是龙神的那个碑 我们现在就放在这个龙边呢 上面呢 立了一个龙 龙神的亭 龙神的亭 那上面呢 就有这个灯枭啊 法师啊 他画了一个龙神 画了一个龙神 我们在供奉在那边 我们这个龙神啊 我们看过的 师尊本人也看过的 我们以前啊 每一次去祈祷的时候啊 只要一合掌 一合掌 一拍掌 这个龙啊 就从三棵松树啊 上面呢 很快 很迅速的下来 很迅速的 他这个 这个龙啊 本身盘弦的样子 那么 飞腾 在你面前显现 还口张开 晃出很多的这个法瘤啊 这个放光啊 这个是福众生的 所以我们西雅图雷藏寺的龙神 真的是 龙是第一流的 龙 这个 这一条龙啊 是一流的龙 佛一流啊 龙一流 佛是第一流的佛 龙也是第一流的龙 那我们在这里修行的人啊 也是第一流的 第一流的比丘 第一流的比丘尼 第一流的姬氏 都是第一流 那么龙啊 可以伺服众生 当然我们 求疑也得以 像我们 这个西雅图的龙神啊 甚至到这个印尼去 印尼干旱啊 四个月 那么我们龙一道 一做完法会 在十几分钟之内 马上不语 而且这个是当场讲的 当场讲说 马上要请龙王下语 在法会上当场讲 十几分钟之内 马上倾盆大意 解除啊 印尼啊 四个月的干旱 这个都是龙神 啊 所做的 所以我们只要虔诚啊 很 读这个龙王经 啊 这个 修这个龙王宝品法 求疑 能够得疑 在我们 生活密法里面啊 这个 啊 佛陀讲 这个龙王经 那么最主要是调和 天部跟龙部 就是天龙八部 啊 在这调和当中 一样赐福给我们 所以我们对这个龙王啊 非要非常的恭敬 好 今天讲到这里 Omane Pemihom 好 我们今天在讲这个 这个龙王 那我曾经到这个 Seattle啊 在I-Fly 这个 2-1-2 的这个 asset 就是出口的地方 有一个岛叫 Comedo Island Comedo Island 那么去那里 我刚好去那里 那里有一个park 就是公园 啊 去那里的海边 啊 正在 观赏那里的 轰井的时候啊 这个海浪啊 无缘无故的 没有轰 什么都没有的 突然间 掀起大浪 而且浪是一波一波的 很多波的 那旁边的地址看到了 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怎么没有轰 无风 既然起浪 而且是大浪 一波一波不停的 那他们就问我 这是什么因缘呢 那么我就 在那里 跟他们讲 这个因缘 这个就是龙来草里 而且还来归因 很多条龙的 这个事情啊 很多的地址 看到我也是写在 这个书上 很多条龙 来归一的 这是很殊胜的 一件事情 我以前记载过 而且 当时大家所看到的 都非常的惊讶 也是很奇迹的 一件事情 平静无波的海 居然掀起大浪 那么在那里 我本人也看到 龙 那么我也亲自看过龙的 我是亲自看过龙的 那么这个龙呢 当然不是夜宫画龙的 那种龙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只是 这个龙的形象 存在我心 存在我心中 那么也有弟子问 也有弟子问 这个海里面有龙 有龙王 有龙 那佛陀当然 佛经里面也有龙王经 也记载着有龙 那么弟子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他讲说 这个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潜水夫 潜水 到海底潜水 潜水 我也潜过水 我也在海底 我也会潜水 那么也会用这个潜望镜 然后也可以背氧气筒 还要绑上这个能够潜下去的这个 千块 然后穿挖鞋 还懂得怎么样子上升 怎么样子下降 要按仪器的 还看仪器的表 氧气有多少 随时要注意 那么也潜到海底去 潜到海底干什么 看看有没有龙宫 水晶宫 看看龙王 弟子的疑问就是这样子 潜水乎潜水 为什么没有找到水晶宫 龙宫 为什么看不到龙子龙孙 龙王 写信来问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讲 我以前看地 看地里 曾经到一个很贫穷的家里去 他家是很贫穷 那么只是 陶鸽厨 台湾的这个陶鸽厨 陶鸽厨就是用土 堆起来的一个house 堆起来的房子 那个下雨啊 茅草屋啊 下雨里面都进水的 那个陶鸽厨也不是很漂亮的 还有破洞 一个小洞啊 一个很小很小的破洞里面 居然有灯光啊 出来 那么在看这个灯光 往里面看 那个破洞里面啊 居然住了几百尊的土地宫 我确实看到那个破洞里面有几百尊的土地宫耶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土地宫住哪里 一个小洞里面啊 住了几百尊的土地宫 龙王住哪里 水晶宫在哪里 很多人问啊 佛菩萨住哪里 月球上啊 有没有佛菩萨 火星上有没有佛菩萨 地球上有没有很多神 那些神住哪里 这个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意思就是讲 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 我曾经讲过啊 可能 水晶宫就在一个小小的海雷里面 海螺啦 那个叫海螺里面 海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水晶宫在里面 然后我只是做一个比喻而已 因为啊 佛菩萨 所有诸神 诸天 龙 布 种种都是无形的 都是无形的 并不是有形的物质世界里面 你要进入这个世界 你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西空打开 你就进入这个世界 你西空没有办法打开 你就进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宗教本身来讲起来 宗教跟一般的物质世界是不一样的 宗教的阶层啊 它是住在一个另外一个赤岩的 龙王本身就住在另一个赤岩的一个境界里面 你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赤岩 你在海底是找不到龙宫的 找不到龙子龙孙的 这个问这个连连法师就知道了 龙王住在地几赤岩 地几空间 他都可以算得出来 他学物理 他都可以算得出来 在佛典里面 在佛教的经典里面 是记载有龙王的 我们知道是佛陀本身来讲起来 在灵山讲经的时候 都是万诸万的 算万的人天 算万的 灵山本身的荒原啊 本身来讲起来 并不是很大 但是既然有几万的人天在听法 可见这几万的人天啊 也都很多的是无形的 很多的是无形的 龙王本身去听法 不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来听法 所有的鬼神众来听法 也是无形的来听法 所有这个诸天来听法 也是无形的来听法 所以这佛典里面所记载的 这个灵山会上啊 佛菩萨 数百万的人天众 很多都是无形的 有形的跟无形的在一起 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意味到 否则你一到这个灵鹫山 我们一看到这些灵鹫山 哇 那些人听法一定是挂在山边 通通都是挂在山边听法 不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哦妈呢 北米厚 哦妈呢 北米厚 咱们今天呢 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印度跟尼泊尔之礼的这个基斯纳 也就是涅槃城 那么 我这一次的这个 印度跟尼泊尔之礼 很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景象 在鹿野宴 那么看到这个佛眼 事后才知道 那个塔就叫做佛眼塔 佛眼塔 这个就是相应 那么第二个 在菩提凯亚 在那边做完了 这个仪式以后 入定当中 看到这个佛陀的手 持甘露 给我们的弟子观点 事后一看 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 菩提树 在印度又叫做不死甘露树 大家知道的 菩提凯亚就是菩提树 佛陀在那边 得正洁 就在菩提树下得正洁 那你在那里 得到了甘露灌顶 菩提树又是甘露树 所以这个又是相应 到了这个基斯纳 佛陀涅槃的地方 那么我们大家呢 进到这个卧佛殿 里面有一个卧佛 很长的 21英尺长 卧佛 我们就在卧佛的一个角落 坐下来 在那边也是做仪轨 做赞颂 那么念咒 供养 祈求加持 在入定当中 就看到这个天门打开 很多的天女出来散发 那个发是有光的 很多种颜色 都有包围着一层一层的光 从虚空中下来 我们称为是天女散发 那个花不是普通的花 都是清净无比的花 那么这些花呢 撒在这个佛陀的身上 把佛陀的身体都盖满 我把这个景象就告诉大家 那些上师 法师 看到这个景象 那么现在我在写这个天图的白银 要找一些翻查 那些佛陀 涅槃的这些资料 把它打开 在游行经里面 记载 佛陀涅槃的时候 在这个沙罗树下 沙罗双树 有三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沙罗树啊 飞石开发 什么叫飞石开发 就是本来要开发是在春天 那么它在秋天开发 也就是讲说 这个时候不应该开发的 沙罗树不应该开发的 结果开发 这个是第一个奇异的现象 第二个奇异的现象 西空中有天女 诸天 沙罚 有天罚下降 供养 释迦牟尼佛 第三个奇异的现象 还有诸天 咒天业 天业 那个阴业 诸天咒那个微妙的天业 供养释迦牟尼佛 在游行经里面 记载 他躺在这个 沙罗双树的时候 出现这三个景象 那我看到 我又很惊讶 原来我看到这个天女善花 仍然是游行经里面记载的 佛陀涅槃的时候 一样有天女善发 所以你看 法眼塔 看到佛眼 菩提树 得甘露 在涅槃城的卧佛殿 看到天女善发 这三个 都相应 全部相应 奇不奇妙 他也不是看到别的 就是 经典里面 记载里面就有的 但事实上 以前 我本身来讲起来 这些好像是说地点 游行经 我是第一次翻 记载得非常清楚 三个特殊的景象 这个也是一种 很深刻的感应 可见 我们冥冥之中 左着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脚步 也是一种印证 也是一种印证 师尊 确实不知道 这个鹿眼宴 那个大塔 就叫做法眼塔 确实是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菩提树 菩提树 就叫做不死甘露树 确实不知道 但是天女善发 我是常常 在佛典里面看到 天女诸天 善发 这个是我在佛典里面 经常看到 像西菩提 他禅定的时候 诸天也出现 供养他 用天花 天花飘散 佛典里面 常常记载天花飘散 这个我是晓得 我知道有天花飘散 这个不能讲说 我不知道 这个佛典经常记载 这个有时候 佛陀说法的时候 天花 乱对 乱堕 这个 逗落下来 乱堕下来 这样 经常谈到这个 佛啊 讲经的时候啊 经常诸天都来用香花供养 这个我是晓得 这个不能讲说 不晓得 但是我不知道 他涅槃的时候啊 也有这个天女 山花 我不晓得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一翻开 游行经啊 你看又印证了 这三次的大显现 我在印度跟尼佛尔都看见 一样的 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 是要有这个印证的 有正量的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哎 怎么搞的 只有师尊看见 我们看不见 其实也有弟子看见 不是没有 有 师尊所写的这个方法 就是啊 把外面的光啊 世界外面的光啊 引到里面的光 你知道眼睛啊 在密教里面眼睛啊 称为海的 称海的 眼睛就是海 你只要把这个外面的光啊 引进你里面 里面可以内光 就会出来的 有一个口节 按这个海 海眼旋转 海的边眼 旋转眼睛 就可以看到光 然后把心啊 放在这个光里面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ni bami hon 我们谈一谈佛陀最后的教法 然后我们到这个基斯大炼盘城 在卧佛殿里面啊 这个做仪式 那么啊 也到这个大涅槃塔 去绕塔山藏 到佛化的地方啊 去绕塔山藏 那么到这个 这个佛陀啊 这个摩牙夫人啊 哭这个佛陀的地方 去做礼拜 到了那里啊 你就会想到 这个佛陀最后的教化是什么 他到底最后要走的时候 教那些什么 其实他有讲了一句很重要的 这个世间啊 都是坏法 什么叫坏法 多数会坏的 世间呢 坏法 可以讲世间法坏 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啊 都会坏的 这是一个很警告的 审夫放逸 就不可以把心啊 放松 要精进 要精进修持 世间坏法 就是无常啊 这个世间啊 是无常的 是会变坏的 任何东西都会坏的 审夫放逸 小心啊 不要太 不要太这个 轻易把他放过了 还是要精进 这是佛陀最后的教化 其中还有一个教化 是在哪个地方 我也是很注意到 这个教化 就是呢 释迦牟尼佛离开王蛇城 最后的游行经里面 有记载 离开王蛇城 到了几个地方 最后啊 在植林寺里面 结下安静 那时候啊 佛陀叫很多的弟子 离开他 只剩下阿难一个 跟着他 侍奉他 那时候佛陀病得很重 那么阿难啊 心里在想 佛陀走了 以后谁要继承佛陀 谁要当接班人 接班啊 谁接班啊 接班释迦牟尼佛 接班人是谁啊 当初阿难心里在想 佛陀知道他的意思 讲了几句话 这几句话我认为啊 是佛陀最后的教化 很重要的 释迦牟尼佛讲 所有一切佛法 我已经全部讲了 通通都讲完了 没有什么隐瞒 没有什么保留的 没有隐瞒 众生啊 跟所有的弟子啊 不要以为 大家要依赖 释迦牟尼佛 依赖佛陀 不用 不用依赖释迦牟尼佛 也不用啊 有什么样子的 这个 特别的这种 好像是说 接班人啊 或者继承人 不用 假如每一个人啊 自己啊 好好的 依辜自己 依辞自己 那么 再来呢 自己本身放光 自己本身放光 这个就是 置基于高处 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讲了一句 讲了这个 他本身的遗教里面 里面呢 这个就是什么 自归 自归一 跟法归一 自归一跟法归一 也就是自灯明 跟法灯明 这句话很重要 自灯明跟法灯明 自归一跟法归一 自灯明跟法灯明 什么叫自归一呢 按照佛陀当时的意思是这样子 讲的 从四圣界 到六道众生 三徒 第一恶鬼出生 莫不是自己本身去造出来的 全部都是自己造的 所以你要成佛 或者下地义 完全依靠的是自己 这是自归 自己归自己 释迦牟尼佛讲 什么是法归一 你们依着法 依着佛法去修 就行了 释迦牟尼佛说法 你依着法去修 就行了 不要依赖着佛陀 不用依赖佛陀 不用依赖释迦牟尼佛 你只要依着佛法去修 叫做法归一 你就行了 佛陀不能永远住世 不能永远 因为世间坏法 不能永远住在世间上 你不能依赖他一辈子的 你依照佛陀本身的 教法的佛法 叫做法归一 演变到后来 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了 自登明 法登明 自登明 法登明 事实上 这个就是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你今天修行 就是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句话也是在讲 讲这个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不能依靠别人 不能依赖别人 因为世间坏法 任何一个领导者 他本身都会灭 都会坏 最重要的 依归依 就是归依自己 你依佛法 去修行 他还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佛陀讲的 谁最大 谁能够领导谁 一道合则大 你跟道了 合一了 你就是大 跟道合一 就是大 你离道了 离经叛道了 你就不是大了 你就是渺小 很渺小 很简单 佛法很简单 自归 你看我们那个三归 里面到最后都念 自归 都是自归 自灯明 法灯明 自归 法归 佛陀 教大家 不可以依赖 释迦牟 尼佛 而是依赖的 完全要靠自己 去修持的 这是佛陀 最后的一个教法 很重要 所以今天 这释迦牟 尼佛 知道阿难的心 在这个 直灵式的时候 知道阿难的心 他在想什么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 自归 法归 以戒为师 最后的教话 也是讲 戒 定 会 修戒 很好 修定 也很好 修费 可以解脱烦恼 只有真正的知会 才能够解脱烦恼 你没有真正的知会 解脱不了烦恼的 所以今天我们 所求的道 所学的佛 就是真正的知会 是解脱烦恼的知会 噢妈您 本身 阿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